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月一起合作 在一次惊艳全场 在舞台上的她 像一支会发光的火炬 源源不断地为观众发射着高强度的光和热 网友说 这不是平凡之路 是神仙之路 失去珠穆朗玛风的路 因为她对歌曲的表达太炸 太有力量了 她像一个小宇宙一样 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释放 我们在感叹 欣赏之余 不禁想问 需要有怎样的支撑 才能成为今天的舞台霸主呢 周深为何如此惊艳 备受瞩目 时于努力 忠于才华 限于原品 一个人能不能成功 也许很大程度是靠专业方面的硬实力 但是 能不能走远 一定是靠做人方面的软实力 这两种实力 像大雁的一对翅膀 一起用力上下煽动 维持平衡 才能最终翱翔蓝天 划破长空 专业方面的不断打磨周深 从小就喜欢音乐 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被老师发现 并被选为学校和唱团的成员 每次他参加比赛都能获奖 初中时期 因为个子矮小 声音像女生 遭到同学们的嘲讽和计较 导致他再也不敢在人前唱歌 销声匿迹了很久 后来因为自媒体的发达 他通过网络平台来展示自己对音乐的喜爱和热情 当粉丝都以为他是一位女神的时候 他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露面 让之前的一切功亏一篑 备受打击 追求梦奖的路 再一次被斩断 因为高考失利 他选择去乌克兰留学 并且选择了不太喜欢也不排斥的专业医学 一年之后 他决定放弃医学 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 通过努力考入了利沃夫国际音乐学院 从此开始了他跟音乐的朝夕相伴 在专业的打磨上 他没有偷懒 也没有走捷径 一切的错过和坎坷 只为了让他在音乐的世界里不断沉淀和积累 经过音乐学院专业 系统的学习 再加上他的努力 热爱及天赋 他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参加中国好声音和蒙面唱讲猜猜猜两个节目 令他出入锋芒 带着星星点点的光芒向公众走来 同时也获得了高晓松老师的关注 为他后来的幸运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认识周深 是在湖南卫视的深入人心 当时有些歌者 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 比如在郑云龙 王熙等周深的事业才刚开始起步 当时一个评委说过 他可以在戏剧舞台上演一些书童 半读一样的角色 因为唱法和风格的原因 几乎不可能成为重量级的主演 很显然 他错了 谢霆锋 在宣传怒火重案接受采访时说过 现在这个社会 想要成名其实是很容易的 是的 现在媒体渠道发达且畅通 如果你有实力 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 一定可以找到跟你一样的圈层 得到懂你的人的欣赏和赞美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数十年 如一日的打磨他的专业能力 利用几个月的培训 就出道的艺人比比皆是 用一点小聪明和出圈的操作赢得流量 只为了赚钱 周深专业方面的能力 就这样在不断成长 以坚持中渐渐的更加精湛 高晓松说他以前演唱的小样也不错 但是没有什么色彩和情感 现在在听他演唱 感觉不是同一个人 因为他的心灵跟他的歌曲连接起来了 更加上技巧上的处理 更加饱满 绽放着不一样的光彩 高晓松慧眼时英才 还为周深量深打造了个人首张专辑深的深 玫瑰与小鹿浅浅大于你等诗首歌曲 均收入其中 任务细无声的千讯和诚恳周深走红 还因为他任务细无声的千讯和诚恳 在参加深入人心开始有一个视唱环节 廖老师说 我没有想到你会来他说 我觉得自己唱得不够好 希望有更多客观的眼光来评价我 在节目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谦逊 在跟别人组队的时候 他怕拖大家的后腿紧张 煎熬 时不时的掉眼泪 在跟队员合作演唱的时候 他像一个欢呼雀跃的孩子 觉得那是很大的荣耀 他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跟自己实力和身份匹配的位置 这种自知之明我们称为人间清醒 后来在跟一些前辈合作时 他不卑不亢地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意见 诚恳地跟乐器演奏的老师交流自己的看法 那么自然舒服 这就是一个人顶级的教养 跟他合作过的李克钱老师 对周深有很高的评价 关系很好 因为周深不爱做运动 所以他就每天拉着周深做一项运动 人际关系像一面镜子 从别人的口中我们可以照见自己本来的样子 我们每个人像一块磁铁一样 如果别人跟你在一起舒服 自在 温暖有趣 那就说明你这块磁铁的磁力足够大 渐渐的你身边就会吸引很多人 著名心理专家伍之洪老师说过一条规律 一个人构建的人际关系的质量 和这个人内心的黑暗与光明的占比 是基本匹配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个人际关系良好的人 他的内心一定阳光真诚 近来娱乐圈的波澜兴起了一波又一波 观众和粉丝对于艺人来说 就是水对于船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作为公众人物 每一个细小的举动都会被放到放大镜下面来 无数倍的放大 如果你有人品上的裂缝 不可能在众人瞩目下满天过海 这就要求艺人除了有过硬的专业能力 更要有过硬的人品 众所周知 高晓松 是周深在圈里的一个大贵人 自桃妖包帮助周深制作了第一张专辑 面对媒体的提问 为什么要帮周深 他说了四的字 喜欢人好 喜欢是因为稀才 高晓松老师曾经在奇葩说节目中说过 像他这个岁数 已经很难遇到让他的心力再起波澜的事情了 但是 面对周深 他表示 这是一种介于同声和女声之间的魔音 一个人的唱诗班 这是他等了十多年的声音 如果不让这样的嗓子来唱自己的歌 不是很亏吗 虽然这是打趣的玩笑话 但是说明高晓松老师对周深专业能力的肯定 人好 是因为他谦逊真诚 在专业类的节目中 他像一块海绵 用谦逊的态度去吸取很多同行 前辈的优点 不断进接着自己的能力 在综艺类的节目中 他像一个口无遮拦的小精灵 显示了思维活跃 说话幽默的高情商 周深的万众瞩目 不是一朝一夕的素食效应 而是用歌曲一寸一寸打进人心里的一束强光 周深的光芒万丈 是故往踏实磨练的结果 更是专业硬实业和做人软实力的相互协助 我们共同期盼他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